先来讲的是第二专场课程的规划表 第二专场就是创新管理与创业实务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像你的跨领域实务专题要有两学分 然后实务专题这个你要做两个 这是必修 剩下还有8学分是要选修 他们开课的单位都是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如果你真的对这些有兴趣 你都是可以去修的 我也不反对 这个课程咨询非常的简单 它是这样子意思类推 一、二就是一学分 然后三、四这些是0.5学分 其他都是0.2 只要如果累计有修满一学分 累计有一学分 然后这个你要先通过这一个 然后取得第二专场钱 需要与新创公司设立 那这个课程咨询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